这身钢筋水泥的大都市 想要找块土地来种花种菜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韩国首尔 有越来越多人另辟西径 在公寓的屋顶或阳台 开辟小花园种花种菜 享受城市农夫的乐趣 首尔这栋建筑的屋顶花园 任何人只要每月支付大约9美元 就能在这里种花种菜 这个花园由非营利组织管理 享有市政府的津贴 受访的市民表示 都市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土壤 在这儿不但可以简单耕种 还可以结交朋友 享受耕耘的成果 除了公寓屋顶 住家阳台也可以摇身 变成迷你菜园 这个住在金鸡道的妈妈就表示 为了孩子吃得更健康 以前经常买有机蔬菜 现在则亲自动手种菜 这个以园林为主题的咖啡馆 业者使用无土栽培法 栽种八个不同品种的蔬菜 不用担心天气变化 只要有水和LED灯就有收成 顾客点餐蔬菜沙拉 或者是窝笋三文质 咖啡馆现摘现做绝对新鲜